從她的眼神就可以看得出來 她並不只是想做老師和學生這麼簡單的關係 人和人之間最簡單 但也可能是最複雜的東西 就是情這個字 離開了原本和王大陸在一起的那個框框 等於是跳出了和王大陸之間的世界 進入到手機 也就是另外一個男人的世界裡面 發現手上的手錶 還有脖子上的吻痕都消失了 今天我們要來解析一支我最近看到非常喜歡的中文歌MV 就是徐偉祥的我們到底算什麼 大家有沒有發現這支MV的男主角 就是由王大陸來飾演的 王大陸最近在韓國真的是非常紅 自從她演了我的少女時代之後 她的人氣在韓國就像炸台一樣 非常非常的受歡迎 那女主角則是有演過非常多大熱韓劇 像是前陣子很紅的才發家的小兒子 還有我自己很喜歡的情書簡索詞www 她的名字叫做曹慧珠 如果有看過這些韓劇的人 應該對她都不陌生吧 也是實力派的演員 而且這支MV不只是演員卡斯很厲害 她導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強 她就是有指導過切子 但浪子三部曲的英正豪導演 我自己真的非常非常喜歡浪子三部曲的MV 她把台灣浪子的草根性 還有表面上看起來很收斂 但是其實內心非常深沉的情感 表現得非常好 是一個很擅長用影像說故事的導演 我那時候看那些MV 每一支都不到10分鐘 可是看起來就好像是一部電影一樣 非常非常的完整 那再來這首歌的歌手徐偉翔 大家更是一定要認識 歌唱比賽經驗非常非常的豐富 我自己算是第一次聽她唱歌 但是我一聽就知道她的歌唱實力 真的是另外一個檔次 那她最擅長的曲風呢 其實就是搖滾 那搖滾大家都知道是比較硬派 然後很難唱 是屬於那種演唱者的技巧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曲風 但是啊我覺得她唱起來 就會讓人有一種 她非常游刃有餘 收放自主的那種感覺 好像這首歌唱起來很簡單 我很推薦大家可以聽聽看 她這次全新推出的個人首張專輯 裡面她總共有10首歌 代表10種她和歌迷之間的情感連結 是她經歷過人生低谷之後 重新出發重新站起來的一部作品 我自己覺得聽下來 每首歌都有不一樣的情緒 每個人聽了都一定可以從中 找到自己的人生歌曲 那其中今天要介紹的主打歌 我們到底算什麼 剛剛有說過我很喜歡她的MV 因為她的劇情 真的不是只有表面上看到的 愛情故事那麼簡單 而是那種反轉再反轉的劇情 也就是大家最喜歡的套路 那我們就馬上一起來看看這支MV吧 首先如果要在這支MV裡面 選一個最重要的片段 那我無條件一定會選那女主角 她們在副歌的時候賽跑的這個片段 這一段表面上看起來很像 她們在酒後三巡之後 玩了一個很曖昧的小遊戲 但其實這段卻帶出了兩個人的關係 也就是這部MV非常重要的中心思想 大家可以看到她們最後跑到的終點 是一家理髮店 這家店的店名就有一個字 如果翻譯成中文的意思 就是情 感情的意思 人和人之間最簡單 但也可能是最複雜的東西 就是情這個字 一開始她們雖然是倒數321開始比賽 但是可以看到整趟比賽 都是由王大陸追著曹慧竹跑 從這裡就可以隱隱約約看出 兩個人之間的感情 而且是那種不對等的感情 這段故事是在咖啡廳裡面的韓文課開始的 MV的一開始 王大陸他坐在角落寫著韓文作頁 當他聽到有人推開門的風鈴聲音 抬起頭看到遲到的韓文老師曹慧竹的時候 他真的是馬上站起來露出稚嫩的笑容 接下來整堂課 王大陸有一半的心思都在老師身上 從他的眼神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並不只是想做老師和學生這麼簡單的關係而已 而是想要進入他的生活 和他一起逛街喝酒 和他一起分享生活中每個小小的瞬間 光是看著曹慧竹的笑容就讓他心情很好 從這裡算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王大陸在MV中是真的很喜歡曹慧竹 那曹慧竹本人的心境呢? 在這段裡面看起來好像他也是回應著王大陸的感情 不但主動邀約說要請他吃午餐 甚至在逛街的時候還送他一支手錶 他們玩了一整天非常的開心 甚至晚上還一起去喝酒 喝完酒之後變得興奮的兩個人 就相約在巷子裡面賽跑 抵達終點的時候曹慧竹在電線桿上刻下了一句話 這宗王大陸當然就是像被雷打中一樣 因為原本以為只是自己暗戀著對方 那他一看到馬上就轉頭望向曹慧竹 在他眼裡的曹慧竹這個時候害羞地低下頭 就好像他也喜歡著他一樣 所以王大陸就借著酒勁 情不自禁地吻了上去 他們兩個就望情永吻 曹慧竹甚至在王大陸的脖子上面種下草莓 然後鏡頭這個時候也帶到白天逛街的時候 曹慧竹送給王大陸的那支手錶 大家就以為說皆大歡喜了 有情人終成眷屬 然而這個時候 反轉來了 隔天王大陸他在家中醒來的時候 發現手上的手錶還有脖子上的紋痕都消失了 雖然他覺得很奇怪 但是因為今天也有韓文客 所以他就還是早上出門 但是當他抵達咖啡廳的時候 發現這天的狀況 和MV一開始的狀況完全對調了 當他匆忙抵達咖啡廳的時候 曹慧竹站起來 禮貌地招呼他坐下 他一開始的王大陸形成了一個很鮮明的對比 王大陸這時面對曹慧竹拉出了距離 他心裡也覺得很納悶 前一天我們明明還相處得這麼好 怎麼過了一個晚上 他就翻臉不認人 好像前一天發生的事情都不作數一樣 上課上到一半 這個時候曹慧竹他的手機響了 來念顯示的是 而待機封面 更是曹慧竹和另外一個男人的合照 接下來這個場面 我覺得導演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好 我真的很喜歡 他是透過門框的視角 去拍男女主角的畫面 那這個地方門框裡面的男女主角 這個畫面就跟手機上面的合照 形成了一個對比 明明兩個人都是站在曹慧竹身旁的男人 但是曹慧竹對兩個人的感情 卻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們可以看到曹慧竹為了接手機 站立座位的時候 離開了原本和王大陸在一起的那個框框 等於是跳出了和王大陸之間的世界 進入到手機 也就是另外一個男人的世界裡面 看到這樣的場景 感到非常震驚又吃醋的王大陸 因為受不了 所以就逃離了咖啡廳 他跑過小巷子來到昨晚的理髮店前面 這個時候 我們才發現不見得不只是手錶 還有吻恨 電線桿上面曹慧竹刻的巨子也不見了 彷彿一開始就不存在一樣 那下一幕就來到了男女主角坐外 來到了小酒館 但是不一樣的是 現在坐在那邊的是曹慧竹 和剛剛手機上面的男人 應該是她的老公 這個時候呢 原本前面的劇情還會讓人有點懷疑 是不是曹慧竹在漁場館裡 腳踏兩條串 表面上跟老公感情好 但其實跟王大陸也有一圖之類的 但這個時候呢 鏡頭照到了老公手上的手錶 竟然是昨天曹慧竹 買給王大陸的那支消失的手錶 這個時候透過MV的畫面 我們才知道 原來王大陸和曹慧竹之間的情感 一開始就不存在 王大陸他按捏著曹慧竹 在上課的時候趁他不注意 偷看對方輸入的手機密碼 在翻他的手機相簿的時候 看到了那支手錶 老公脖子上的吻痕 還有那句話 看過這些東西之後 他譜出了自己腦海中 也就是我們一開始在MV裡面 看到的一系列幻想 他把自己投射到曹慧竹的老公身上 做了一個自己是曹慧竹愛人的夢 但其實這一切 當他站在酒館外面 看到曹慧竹和他老公親密的樣子 算認清現實之後 他默默地離開了酒館 原本以為MV的結局就是這樣了吧 沒想到更讓人細思極恐的在後面 MV的最後因為失戀而難過的王大陸 再次回到那家理髮店前面 他在電線桿上面留下的最後一句話 這句話表面上看起來 很像是把自己的心聲說出來 同時也是跟前面的 做出對比 但如果你仔細地去看看前面王大陸做的行為 像是偷偷解鎖人家的手機 還有跟蹤幻想等等 再加上這句話的文法 也有一種表達將要發生的事情的意思 所以就不免會讓人產生一些比較可怕的想像 是不是他即將要做出什麼事情 要把對方變成自己的呢 是不是這支MV真的拍得非常厲害 導演他用了各種畫面 把我們到底算什麼 這首歌的歌名發揮得淋漓盡致 而且不只是中文歌名 我覺得連韓文歌名 因為這首歌的韓文歌名叫 就是我們之間的關係 也是表達得非常貼切 而且再加上演員們很精湛的演技 以及徐偉翔具有穿透力、爆發力的歌聲 從一開始他的歌聲聽起來很輕很輕 好像這個是一個很美好、很甜的愛情故事 然後到中間慢慢的堆積、堆積 到後面是充滿力量的聲線 這個情緒的堆疊就很像MV的劇情一樣 高潮跌起 我覺得看得很有Feel 大家看完解析 別忘了要再去多刷幾次MV 你們可以去看看我說這些小細節 然後也可以聽聽這首很好聽的歌 除了聽歌看MV之外 我也很推薦大家可以去看這首歌的歌詞 他的歌詞雖然寫得很簡單 但是我覺得看起來好有畫面 好有感覺 他把那種兩人之間曖昧不明的關係 還有那種想進一步卻又沒辦法的 那種悔恨的情感 很具細迷移的表達出來 哇塞!感覺又是一首KTV爆曲 另外我也很推薦大家可以去看 徐偉翔的先行曲MV 叫做 我覺得他呈現的手法很酷 應該是我第一次看到一個MV 他是從頭到尾都在強調歌手 但是又從頭到尾都沒有看到歌手的一部MV 看完還會覺得說 難道是我眼花嗎? 跟他的歌名一樣也非常非常的貼切 而且如果你喜歡徐偉翔的歌聲 那你一定會喜歡眼花 那首歌啊 真假音的轉換 還有那個張持有度的聲線 真的是太厲害了 那我也會把徐偉翔 我們到底算什麼的MV連結 還有剛剛提到的眼花連結 都放在底下資訊欄 大家記得去點來看看喔 我是Cindy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別忘了幫個喜歡 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才不錯 發分動知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